今天我们来做一个iQOO 9 Pro的体验评测 我们现在看一下开箱 这是它的手机 精致 漂亮 酷炫 有质感 这是它的保修卡和手机孔密封贴膜 120W的充电器和数据线 传奇保护套 这次我拿到的是iQOO 9 Pro的传奇版 它的后背采用了经典的三式赛道 加拳击旋装设计 三式赛道采用了亮面工艺 后壳的玻璃为A机工艺 其下是宁格纹 冲破起来的湿滑 观感高级还不沾指纹 大面积的拳击旋装的边框和镜头圈 都采用了航天机的铝合金 和赛道 宁格纹A机玻璃搭配起来 既有质感 又酷炫 还极具科技感 它的正面采用了6.78英寸 中式打孔微曲屏 兼顾了曲面屏 和这个直屏爱好者的需求 边框实测仅1.8毫米 整机的屏占比92.7% 观感好看又高端 机身的厚度是8.8毫米 重209.8克 iQOO 9 Pro采用了6.78英寸2K屏幕 15材质 拥有10.7色 100%的P3色域 800比1的对比度 局部峰制亮度1500尼特 支持ADR10加 支持100Hz刷新率 360Hz的触控材料率 从色彩和操控性来看 它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屏幕了 在功耗上 它还比一式材质屏幕低25% 它还支持LTPO技术 支持10-100Hz的无级变真 能够最多化的优化不同场景的功耗 提升续航 拿在手上 这块屏幕给你的第一观感就是通透 文字和图标都异常的清晰 细腻 二长操控湿滑 它的操控支持全局120帧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播放视频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它的色彩是非常的丰富细腻的 这是因为它拥有10点气色 能够真实的还原我们诺言所看到的世界 然后它的明暗处它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晰 这是因为它支持ADR10加 还拥有800笔的一个对比度 然后它的每一处画面都非常的清晰 细腻 这是因为它拥有两K的一个分辨率 而且整个画面给人的观感是非常的通透 非常的悦目的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的力声很棒 因为它采用了封闭式的力声养声器 上下养声器的整幅都是0.55毫米 带来更均衡饱满的力声 实际使用中声场宏大 音质纯净 声音层次分明 低音饱满有质感 看电影很爽 最近的旗舰 虽然有8个音 LPD-R5 UF3.1 都是标配 iQOO 9 Pro 则带来更加强悍的硬件 它是采用了增强版的LPD-R5 和这个 超频版的 UF3.1 它的性能是更加的强大 它的安部法分在任常环境下就达到了103万 它的存储速度还能更加的高 顺序的速度可以达到1913兆秒 顺序起来达1347兆秒 就是5500 是我有7兆秒 它的存储速度最高的一台 这意味着 我们在下载应用 在安装应用和这个游戏进入的时间 它都会更快 因为在硬件上iQOO还有三个亮点 提及它打载了超声波3D广影之外 它的优势 第一 它录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光学指纹要录七八次 而它只需要录一次就会成功 第二 就是它的指纹的解手区域是比较大的 它解手区域是普通的在工程中有2到3倍 所以你解手就会更加的方便 它的速度还非常快 只有0.2秒 另外 它相比光学指纹 它的使用场景也更多 比如你手上有水质的手 或是在强光项 你都可以用它方便的解手 第二 它是支持红外遥控的 实际呢 用它来遥控家里的这个 空调是非常的方便的 你刚刚用它遥控家里的这个 配对的话只需要几秒钟 配对成功之后 然后就可以这个 调节 空调的这个开关啊 温度啊 和它的模式 第三个就是它 类似的独立的显示芯片 这一点呢我们在后面的游戏中会继续讲一下 稍稍稍后 在这边的货币 使用其他方便 有点凝固的 取得 解讯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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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